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球应该说得来全部费功夫 没问题 传中 确实碰了一下 徐欣这下给的非常好 没错 没有让金睛道这速度减下来 这个手面出现了一个误判 是 这碰了一下 正好碰到了菲莱尼的脚下 判断到了这个传球的路线 人家不是一个偶然 对 主要这个过程来看 跟海港打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诶 这球转的转的非常好 二加坡 看怎么打 直接打 因为这球菲莱尼看他 看看二点球 先看这球 顾天宇这个身体倒钩 倒钩 没有越位 好像没有越位 好球 漂亮 传起来 中路没上 好球 二二比零 再看这一下有没有越位 这个线画出来的很清晰了 那是越位了 没错 应该是 因为刚才我们看 这个线已经发出来了 主裁判都不用去看 视频裁判已经 确实越位了 金景道挑身后 还有机会来 一个这个球 德尔加多没有打进 这个球 其实用脚也可以 感觉 这时候感觉用脚一个那种铲射 对呀 山东队进了包抄的有四个人 但是外围好像没有人 没错 郭天一体重的腰 倒地的时候 砸的腰的高 头部 一坐过来可以射门了 看德尔加多 又选择了打门 他这个处理太不合理了 真的是 有机会呀 看看 这也是河北队 一直等着反击的机会 传中 选择这些大门 这个球有威胁呀 冯高 徐欣 后点 投球一顶 后球二点还有 今天 今年 哎 你看见 咱们正说着来了 有机会来了 射门的机会 单道球了 望大雷立功了 还有胡仁天 左脚 往来连续两次立功啊 你河北队这反击 有没有威胁 也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是吧 是打成这样 回座 我们要看一下 菲莱尼肯定是后边插上 这个球还真是很难说啊 咱们再看一下 看看裁判有没有 菲莱尼的位置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徐欣的位置我们要判断一下了 好 随着主裁判刑期的一声哨响 山东泰山 最终2比0击败了河北队 毁当凌决顶 一览中山响 恭喜山东泰山 提前三轮锁定 2021赛季中超联赛冠军 谢谢